再来各种今年生日保抵戏社团 红红邀车红兴各团兆 来自的学生人虚昂 共口罚及变虚构 虽然说社团生日不过一年 不过这新冠是非常认真合适 因参加全国学生冲击虚构比赛 也提高有点的好成就 感官有保抵戏社团的公兴各社 对邀车人来表演 大家好相交流 希望可以对各社团生和国中 让这个保抵戏的报告继续流传下去 不管是人或是动物 在保抵戏社团的公共口罚 都是同一位学生 这是三位国中的保抵戏社团 也是今年全国学生冲击虚构比赛 有点的状况者 得奖的时候真的是很感谢西游国中 还有老师和同学一起教导和指导 有 非常高兴 然后也感谢非常我身边的老师 还有同学一直这样协助我 这三位也大家真真心 我也感觉说 整个我过去送我下个尽量 团习给他们 教给他们 在这里一个人表演所有的角色 所以就很配合应该出现 在保抵戏社团人家里面 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新闻 其实进行并没有这么稳定 目前我们这一团的主要学生呢 都是当初在一年级要升二年级 快期末的时候 比较调体的同学 透过这样一个训练跟培养的过程 让他们的行为呢 可以比较更正向一点 也非常地感谢这些学生的努力 有人在航空后面欧迪顺 比较来欧布的戏 也有人本来就很爱看戏 现在的众生达成新闻 他们重要的演出 也让大家公平高兴的小朋友 看得很专业 谢谢学长为我演出的 看了之后我没有自己也好想要练过戴士 有 看起来非常地好玩 师傅说要练的话 就要练到手很软 那大家同样都是秉持传承 传统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孩子 如果他对这方面真的还有很高的兴趣 我们也鼓励他到西游国中去 可以继续就不断系的学习 可以更加地精进 牧师专业博体戏团的政策演出 为这些小孩都来温温的成就感 和高兴学生的交流 也让博体戏这项传统技术 在他们的手中团伸下去 记者 灵一灵 彩虹报导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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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